是罪的网,是罪人的网,罪魁 那每一个人 你不管你是按例成为主长 你是按例成为自私 你是按例成为同工 Building Fund Committee的同工 还是不养贫穷的同工 还是我们教会的每一个部门的一个同工也好 你要知道今天你的福祉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因为你很八百,你很厉害,你口才很好 你的声音很好,你上在台上 还是你去能够很厉害教 不是因为麦克战口才很好 厉害教,我就站在这里教 不 同工的自我认识是因为今天你是个罪人 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来到主耶稣目前 很多人忘记做了同工领袖之后 忘记他们的自我认知是什么 你真正的身份在神的面前 你是一个谋恩的罪人 因为上帝爱你,上帝赦免你 上帝护召你,上帝护召你,上帝卷水你 你去服侍他 很多人不明白,很多人我看到在服侍里面呢 他们会锁脾气 爽爽就,我不要做了啦,我不要来了啦 我不要做了啦,你看他不见调啦 这个人他不知道他的身份的自我认知 不清楚 所以我们不是很鼓励刚刚信主的人 刚刚信耶稣放他认识的位置 因为他不懂,不明白 今天我会看到那些人 那种爽脾气不要来 因为一些挫折,因为一些严固 他就不要服侍神的人 是等于怎样说呢? 是等于说他比上帝还要八百 今天我们能够,这个是至高无上 荣耀充满荣耀充满恩典的上帝 我们今天竟然有幸 他看中我们来服侍他 这是我们的福分 今天我们可能因为别人的言误 因为别人的批评 因为别人的东西 我们算了,我们不要做了 当很多,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 你就失去了 上帝的呼召和上帝的选选和上帝的蒙恩 有时候我会问 我会问,某某弟兄姐妹 你有能够来参与这个事工吗? 你能帮忙这个东西吗? 这个是一种的邀请 我神的灵在我身上感动 叫你来参与这个东西 所以今天是我们很荣幸 好像今天我传道的不是因为我选做传道的 是因为我有荣幸上帝被拆检,被卷捡 这不是我的厉害 而不是我能够做什么 而是上帝怜名我 在众人当中选定了我来站在这个岗位上 所以每一个同工领袖的自我认知重要 今天你是谁? 你不是陶给郎 你不是什么身份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所以这个是服输神的一个态度 很重要的态度 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我以前是罪人 现在我不一样 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上帝拳选了我 我今天的身份是因为我重新得救 得到新生命来扶持他 然后接下来 然后 最要紧呢 他还是劝勉提摩泰呢 为信心打美好的战 你看提罗 提摩泰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说 我儿啊 我儿提摩泰啊 我照从前指着你的一员 将这命令交托你 叫你因此可以打美好的战 上帝在我们的盼望 神对我们同工的期望 每一个人同工的期望是什么呢 要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你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不知道三个月后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上帝要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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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我吃 没问题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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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要吃 要吃 有年人都可以吃 没问题 没问题 没关系 可以吃 吃 做得吃 所以 充满信心 你住在那里 好 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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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都害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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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在台连机就说 他离开了 我没来 看見的,我會騙你 像我一樣不來 我怕會被別人看見 我看見得不好 所以 pues,我跟他們說 我當然沒聽見 GTL,我怎麼可能那些人見了 所以人家會對你不同 我看到我的時候會感情 偷懶就來… 偷懶,偷懶就來… 我做的感情都搶到嘴 打什么 所以呢 上帝呢 上帝对我们的未来 我们同工的期望的未来 充满信心 我们也要我们充满信心 为那信心打美好的战 上帝要我们打一个一场 一场很漂亮的战 不是拍到未来的骨子 上帝要我们打美好的战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是靠着你自己能够做什么 那我常常讲 我常常讲呢 上帝捐选我们 装备我们 用我们 其实呢 他不要我们出任何的力气 今天如果你在服事的任何岗位上 你觉得很累很辛苦 那你就有问题了 因为你还在用你的力气 去服事神 你会很辛苦 为什么我们 为什么 我们打达到 都遇到很多的问题 遇到很多的挑战 我们还是这样过 听说教会 经济有问题 我们还是这样 这样的面对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经 我们的供应 者是上帝 所以我们不怕 没有这种 没有 不怕任何的问题 不怕任何的困难 因为你要学习 服事神 你要打美好的战 不要靠你自己来打 你不要拿你的抹心肝 不要拿你的M6C去打 你肯定估计把你 我才会会的 打美好的战 上帝保罗鼓励 提摩太说 你要依靠那个未来的 然后 在打美好的战 有这样 你要打 你要有个目标 对吗 目标 在上帝里 上帝圣经里面呢 按着跟 比摩太前书有说 上帝的目标就是 使万人 有个使命是万人得救 明白真大 万人得救明白真大 这是上帝 这是上帝托付给每一个人的 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多的 包括派饭很多的计划 包括我们去探访人家 去买骨链给人家 买米露给人家 这种种东西 我们就希望一样东西 保罗所讲的 万人得救明白真大 要一定要回想 你今天做的东西 是为了什么 不是 不是 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 让教会 教会更好一点 让教会更有名声一点 让人家 哎呀 我没拍咯 哇 美丽 你真 人真好 你已经错 那个目的 那个目 对 就是万人得就明白 真大 这是个目的 OK 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如果你能看第二章 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五节 我今天我要 如果今天我这个课不能玩 我就下个星期来 继续下去 无所谓的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 这是讲到教会的生活 所以我要你们有个概念 以后你们去带领教会 你们有什么标准 去审判 到底从你也没做对错 还是你这样去鼓励他 安慰他 你知道谁要做 不能因为他 他做错东西 你还鼓励他 不要紧张上帝爱你的 你完蛋了 你自己上两部正下人外了 所以这个我会花一点时间 我们来看第八章 第十五 八章到十五节 他说 我愿男人无分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又愿女人廉耻自首 以正派一赏为装事 不以偏法 黄金 珍珠 和贵价的一赏为装事 只有善行 这才以至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女人要沉静 也到异味的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他管辖男人 我只要沉静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 乃是女人被引诱 陷在罪里 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 又圣洁之首 就避在圣场上得去 哇 你看 保罗设了一个standard 给男人 给女人 好像很不公平一样 男人只讲一届罢了 哇 女人就讲得很比丢 没有 我要给你们讨论一样东西 你看我的第三点 我又辅为了写 男人女人和妻子 这个整个 这个八戒到十五戒 的对象呢 保罗讲的对象有三个了 有三种 一个就是男人女人妻子和丈夫 我没有写丈夫 男人妻子和丈夫 我们这样看 那 保罗针对了 针对很很对正下药 他说男人 男人的问题在哪里 男人很喜欢粉弱 其实你不便上来 我们讲相对的 是讲相对的 不是一定的 不是绝对相对的 一般